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二宝妈咪高咪咪 今天又要来分享宝宝的健康副食品啰 只要是妈妈都会想要宝宝吃的 新鲜营养又健康啊 自己动手做呢 除了让妈妈可以试情况来搭配食材 也可以让宝宝吃的更丰富 看着宝宝快乐的吃着自己亲手做的副食品 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啊 就是属于妈妈的育儿成就感 但是说到制作宝宝的副食品 料理的繁琐步骤常常让有心的妈妈们很却步 我懂 像我这种全职妈妈每天忙碌回到家 如果要准备副食品 要拿电锅 拿搅拌棒 还要抢时间处理食材 宝宝老板又在旁边敲碗 这整个就超容易手忙脚乱 这时候呢 如果有一台漆根 加热 蒸煮 搅碎 都能通通搞定的器材 哇 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没有错 说的就是今天要一起来当好帮手的 PICO多功能食物调理机 现在要制作的这道宝宝料理 是营养师的顺畅配方 黄金香蕉奶昔 适合7到10个月大的宝宝哦 香蕉啊 它富含丰富的水溶性 膳食纤维 还有矿物质甲 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消化道的环境 预防宝宝便秘卡卡的问题 同时呢 它也有不错的粉嫩肌效果哦 南瓜呢 就是好处多多了 它的β胡萝卜素跟维生素A 就不用营养师多说了吧 优格呢它的这个乳制品是经过菌虫代谢之后 会分解掉乳糖 里面呢 丰富的这个菌虫生态呢 也可以帮助宝宝建立消化道的健康 今天会用到的食材跟份量有 香蕉30克 南瓜50克 原味优格100克 我们就赶紧来料理吧 首先用切割板把南瓜切片直接放到真主栏里面 用食物搅拌碗刻度3的水量倒进水箱里面 盖上盖子之后开关到真主模式 就可以开始真主食材咯 啊对了 在真主过程中考考大家 你知道南瓜是水果还是蔬菜呢 都不是 它其实是全骨杂粮类 算是主食的一种 建议大家在主食类的选择的时候 也可以给宝宝多一些全骨杂粮的机会 像是地瓜 南瓜 芋头 马铃薯都是不错的选择 诶 听到嗶嗶声就表示什么 对的 就表示食材已经真主完成咯 真主栏方便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可以 直接把煮好的南瓜倒入搅拌碗里面 接下来只要加入香蕉跟原味优格 盖上盖子开转至搅碎模式 就可以开始进行搅碎食材的步骤了 大约1分钟左右 搅碎食材可以依照宝宝的年龄 会有不同的需求 稍微有颗粒感的 或者是绵密细致的 这台调理机都可以完成任务哦 这个颜色呢 真的非常的漂亮 香蕉的这个甜香味呢 你会发现很好闻 相信呢让宝宝老板大开食欲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真的非常的开胃 相信每个妈妈一定都想为亲爱的宝宝 亲手料理她入口的食物 但是料理的过程当中一定存在着一些熟悉度的门槛 让很多新手妈妈们忘之却步 现在有了这台 Kiko 多功能食物调理机 只要照着使用说明 切割 加热 蒸煮 搅碎 一击就能搞定 你也可以快速进阶成为一手把关宝宝营养食材的全能妈妈